作为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种早期发现 来找到两位进行治疗的 和这个发现得很晚了 来找到您进行治疗的 您觉得从结果上来说 能有多大的差距 他有的时候 人家直接就猝死 连上救护车的余地都没有 在家里就死去了 像我们上两天 有一个运动的大专家 就运动医学大专家 他就猝死了 突然发生猝死 他能跑马拉松比赛 运动达人 急性急更死 多治病变 复杂程度越高 他累计全身的一些 致死致残的因素也越多 越早看病的时候 虽然折磨折磨我们医生 老来看病 但是早期的经过治疗以后 能把重病变成中型病 把一些中型病 变成大病变成小病 这些话慢慢的话 它就也许能变好 你抓住这个小症状 就可以预防了大疾病 那在治疗费用上来说 比如说早期发现了来治 和后期可能到我们医院了 可能甚至要做支架 要做搭桥等等 费用上是不是也是差距很大 从卫生经济学校来说 它有个词叫追赶效应 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追赶效应 就是你早期花一个小钱 去做预防 到你真正发生重大疾病 像周远良说的 重大疾病发生以后 经常我们看到什么 曾经在导管室 我们看到 那有些病人在外头 磕头 座衣 烧香 抱着医生的腿 它都有这种表现 为什么希望救自己的亲人 对 但这时候的花费 它是不计较了 但是你要知道早年 多少钱都行 只要能把家人救好了就行 早年的时候 一个支架三万块钱的时候 我们可能放三个支架 就放一辆汽车进去了 那这种花费 仔细算力 从年轻术对它的管理 吃一两片的小药 到那个时候花费 可能都不会花那么多钱 一两片小药 大概一个月要多少钱 我们要按阿斯平西那个价钱 按照我们国家的 这个四加期的政策 那这个钱都是几分钱来算 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呀 我们就说 有医生的指导 自我的管理 让这个疾病 一个是让它不发生 即便发生 延缓它往前进展 这是我们要做的目的 拦住它吗 然后 这就是 我们要做的 有